卡塔尔世界杯前,很多人并不看好阿根廷队能够夺冠,和法国、巴西、德国、比利时、葡萄牙等队相比。 阿根廷队除了拥有35岁的梅西外,也就风险还够看。 中后场很多球员都是名不见经转,大多数都不在一线航门球队效力。 首场比赛爆冷输给沙特队后更加印证了这种观点。 然而斯卡洛尼果断变阵。 中央恩佐·菲尔兰德斯、阿尔瓦雷斯等年轻球员。 阿根廷队也越打越好,一路连克强敌,最终夺冠。 世界杯后阿根廷球员回到了各自的俱乐部。 他们大多都延续了世界杯上的良好状态,发挥出色。 第一位,恩佐·菲尔兰德斯,22岁的中场小将世界杯后身价暴涨。 虽然近期陷入了和切尔西的转会传闻中, 但是丝毫未能影响恩佐在场上的表现。 他仍然是本菲卡的中场枢纽。 在参加的四场比赛中,打进一球助攻两次。 上一场击败圣克拉拉的比赛中, 恩佐助攻两次,获平全场最佳。 未来的恩佐将会是世界前无水准的顶级中场。 第二位,老塔罗世界杯上老塔罗屡屡措施破门良机, 被球迷们调侃为对风。 然而世界杯后,回到国米的老塔罗状态神勇。 他参加了国米近期的全部六场比赛,打进四球。 意大利超级杯中,更是打进锁定胜局的一球。 第三位,麦卡利斯特,回到布莱顿后的麦卡利斯特状态极佳。 作为球队的中场核心,他参加了四场比赛,两场替补两场首发。 组总杯对阵米德尔斯堡的比赛中没开二度。 3比0大胜利物浦的比赛中,麦卡利斯特带中场的串联组织紧紧有条。 现在的麦卡已经是英超赛场上最有创造力的中场之一。 第四位,迪巴拉世界杯上出场机会不多的小魔仙。 回到罗马队后,立刻显露出球队大腿本色。 最近无场比赛,罗马队四升一平,强势反弹。 迪巴拉贡献了三个进球,三次助攻。 29岁的迪巴拉很有可能是下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封键上最大的依靠。 第五位,阿尔瓦雷斯世界杯上打进四球的小蜘蛛。 回到曼城后,只能担任哈兰德的替补。 尽管出场机会有限,但他还是在组总杯对阵切尔西。 英超对阵热刺的强强对话中跪入一球。 其实对于22岁的阿尔瓦雷斯来说,前面有个近乎变态的哈兰德, 还是应该尽早地离开曼城,去一支能够打主力的球队。 阿根廷队后防线上的几员大将,罗梅罗。 利马、奥塔门迪、莫里纳、塔里亚菲科等人, 回到各自的俱乐部中,都有不错的发挥。 利马在对阵阿森娜的比赛中,还收获了一个进球。 门将大马丁在阿斯顿维拉仍然是一副当关,万副莫开。 梅西和迪玛利亚两位老将世界杯回到俱乐部后, 参加的比赛并不多,但也都有进球。 据统计,世界杯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。 阿根廷的国角中,已经有11人在俱乐部中取得进球。 分别是,四球,老塔罗,三球,迪巴拉。 两球,麦卡利斯特,阿尔瓦雷斯,迪玛利亚。 一球,梅西,阿库尼亚,克雷亚,奔佐,弗伊特,利马。 现在回过头来看阿根廷队的夺冠历程。 除了梅西,迪玛利亚,奥塔门迪,几位老将外。 阿根廷队的其他的大多是20到25岁的年轻球员。 处于一个实力的快速上升期。 他们可能没有媒体的炒作,并不像菲利克斯。 加维,贝林厄姆等年轻球员那样声名显赫。 但是名气不大并不代表能力不够。 合适的战术和团结的内部环境。 再加上一个球王级别的老大哥。 形成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冠军之师。 经过世界杯这种顶级赛场的锤炼。 夺冠后,球员们普遍会在自信心和大赛经验上得到提升。 也就是常说的冠军气质。 回到俱乐部里自然会把世界杯上的良好状态延续。 未来的阿根廷队依然值得期待。 大家开市场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